细剧永远在 大家好我是范巴斯 欢迎来到范巴斯当说体育 我们这讲讲一下 祝贺求神梅西和阿根廷国家队 分别获得了本年劳伦斯奖最佳男运动员 和这个最佳团队奖 这是求神梅西和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国家队的队友们 以及整个团队应当获得的 我们再次祝贺求神梅西和阿根廷 这也是对求神梅西 这一年来在阿根廷国家队 以及巴黎俱乐部 所获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就的 又一个报价 那么我们都清楚 求神梅西已经在2020年 获得了劳伦斯奖 这是足球和整个体坛团体运动中 唯一也是第一个获得劳伦斯奖 如今求神梅西再次获奖 那么就是第二次 唯二获奖的足球和集体项目的运动员 都是梅西 我们祝贺梅西 这是你应得的 那么也有人说了 尤其是黑色 那梅西怎么不去参加颁奖呢 我之前是不是就说了 我说人家参不参加颁奖 跟获不获得奖没有什么联系 就比如说梅西第一次获奖时 人家也没去参加颁奖 不也获得了 而且这个整个这个劳伦斯奖 可以说是实质名归 毫无争议 早在这个求神梅西获得提名 阿克廷国家队获得提名时 这个劳伦斯奖官方致敬求神梅西的 这么一个照片 就基本已经说明梅西能够获奖 那么作为一个祖坛和整个世界体坛的历史第一人 求神梅西 虽然说不需要劳伦斯奖来证明自己 但是劳伦斯奖作为一个体坛奥斯卡最高奖 他的含金量和影响力是十足的 梅西虽然不需要劳伦斯奖 但劳伦斯奖需要历史第一球王 求神梅西给劳伦斯奖还要增加知名度 黑子又不服了 这劳伦斯奖是个安慰奖 我说人家都世界杯冠军 人家整个世界足坛和整个体坛 集体项目 所有人唯一获得劳伦斯奖 而且还是第二次获奖 你家是安慰啊 那你阿比罗 整天这个世界杯上就被人踢回家 全国洲没人要跑到亚洲去 整天就这个样 怎么不安慰安慰你呢 你最需要安慰啊 所以说为什么给梅西啊 你们想一想 怎么不给阿比罗 你不安慰吗 咋安慰的 你整天说阿比罗 什么精神属性 坚毅的眼神 自律 又是什么这个 征服了这个很多球迷 又是努力 什么这种精神 超越了足坛 那都超越足坛 咋没给你一点奖励呢 咋没啥证明呢 求神梅西就好好提球 人家就是可以说统治了整个世界足坛的当今 这十多年和整个历史 也征服了足球和体育的内外啊 真正的超越了足球这个领域啊 提塔尔斯卡奖都给梅西啊 劳伦斯啊 全球各领域的名人明星 所有领域都喜欢求神梅西 你就是敌人啊 你们不服啊 我们还是那句话 去控诉国际组联 控诉欧组联 控诉欧官方啊 控诉这个劳伦斯啊 控诉全球啊 否则不要在这胡说八道啊 这个 埋西跟巴黎这个事 你说 现在还在争论啊 所有的 主流的媒体和民宿 足球 这个领域内的这些 权威人士 几乎都一边倒的支持梅西 求神梅西获得这个 提塔尔罗伦斯奖 再次的 哎 将 你们这些巴黎俱乐部 想把矛盾转移到梅西身上 这些啊 坏人 打了你们的脸 让你们是 里外不是人 巴黎官方 赶快 再向 这个求神梅西获得 设备冠军以后 你们祝福 祝贺梅西 是求王之巅 这回赶紧官方发表声明 祝贺求神梅西 获得 劳磊斯奖 再次获得 哎 否则 我看你巴黎 如何把你整这一套 收回去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下讲到这 我们下讲 再见